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壞鬼捏迷的Party1,我是蘇蘇 今天回到晚鬼大廈的遊戲 上集說到這遊戲是支線任務的故事出色過主線任務 我覺得是對的 如果看影片之前就記得按讚、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看看第十一章,感情關係 四樓的住戶打來投訴我,五樓的空調滴水 這些冷氣的滴水經常有 保安員平日不是處理噪音就是滴水 否則這座大廈沒有剩下什麼人 我一定每天都會對付這些東西 不是滴水,是不是女生哭 哭到這樣嗎?哭到滴水一樣 是哭的聲音 為何這裡會聽到哭的聲音 一點點瘋 我到處找哭聲的來源 一無所獲 我完全不打算理五樓的問題 但打算按鈴鐺的時候就... 嘩嘩嘩 嚇死了嗎? 剛剛有嚇到嚇到 原來是三樓的女生 坐在裡面 雙眼通紅 看來她哭的原因是因為看到你 馬上站起來 但還未離開 但她進了升降機又忘了按鈴鐺 她心情很複雜 雖然我不知道她發生什麼事 但自從從之前開始 我發覺她心情不太好 這個女生就沒有回應你的話 你是不是要回家 我真的沒用了 又沒有藥膏 又沒有紙巾 又沒有藥膏 又沒有紙巾 雖然明白她不會對我有所回應 但我游沖地關心她的情緒 你覺得要怎樣哄這個女生呢? 說笑話 好啊 你知不知道 我最近看了一個蠻好笑的IQ題 我考考你 下雨的吊橋 猜一種四個字的食物 你猜到嗎? 你猜到嗎? 下雨的吊橋 什麼食物? 什麼? 什麼食物 下雨的吊橋 是什麼食物? 四肢 四肢? 對 下雨 中文 不是 下雨 算了 不知道 看看答案是什麼 四個字 不知道 是過橋米線 甚麼 因為過橋,先陷著線 這個真的好笑 真是搞笑到 不要笑 靜了 她回家了 到了三樓 我以為她很匆匆忙忙 一尷尬的場合 突然開口 謝謝 不用,謝謝 我也是在網上看 你幫我換了光管 那就麻煩你了 哦 對 有三樓之前 外面的燈館壞了 所以我去儲物室 換了一些新的東西給她 那時候 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東西 我也忘了通知她 小事而已 不過我只找到一支新的光管 沒辦法全換 你還要繼續在這麼黑的地方 出出入入嗎 你要不要電筒 我可以借給你 不用了 我出入也沒什麼問題 對了 看到在漆黑裡的走廊 游人有餘 都是我比較多慮 那我先走了 小姐 什麼事 你真的沒事 我每次見到你 你都好像有煩惱一樣 我有沒有煩惱又怎樣 我只是想說 如果有什麼困難 你會告訴我 你會告訴我 或者我可以幫忙呢 女學生 苦笑了一下 淡淡定 搖了一頭 你不是Johnny 你幫不了我 誰是Johnny Johnny Johnny是誰 Johnny就是 這個 回運夜 莫文偉的小孩 這樣也不知道 Johnny Johnny是誰 他跟我的感受一樣 由這一秒鐘 由這一秒鐘 開始忘記Johnny 可決最快 惹你 為何Johnny 令他這麼深 難道他是男朋友 這個 周虎 對 我也在想 那又回到五樓 五樓後 有其他東西 令我引起注意 五樓後 有什麼 先前呢 被丈夫虐待女性 正正是他樓下 被投訴的住戶之一 當你走到門前 他站在鐵閘 終於看到他那個 被虐待的老婆 看到他的臉 真的被人打傷了 如果情況 他好像看五樓有五仔 什麼 他好像看五樓有五仔 沒有啊 你問候他還是不理他 你想 你問候他吧 問候他吧 你問候他吧 嘩 哪有劇情啊 又對 有真無假 他念相 神情有點隱悔 不想跟你說話 有什麼事啊 我又是這樣的聲音 你… 你沒什麼嘛 好像同一個人錄 每個人都一樣 上次我經過那個時候 聽到你老公好像… 你還可以嗎 我… 我沒事 真的嗎 我看他好像… 傷害你 你… 你… 你幫不了我了 聽到 噴了麥克風 為何這麼說 又關門了 原本也不關你事 但我心裡見到他被人虐打的場面 不安的感覺 懶以排解 其實一群人都需要簽署搬遷移書 想到這樣 如果跟那個… 這麼兇的男人 正面交涉 都令你非常困難 這些想法是在交錯之際 房間裡的情節 似乎突然上演 你能順利成為 無需預先購票的觀眾 又來 原來她老公在裡面 你不要喝了 又打她 不會打死她的 嘩嘩嘩嘩 好激烈 好慘 因為每次都… 沒有些好的東西 有些假… 不要? 我還不拿出來?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你這臭丫頭 敢收藏我的東西? 果然… 也不是吵架 根本就是打架 要不要在按鈴裡面發生的事 那就按鈴吧 萬一出了甚麼事怎麼辦 又是你這個混蛋保安 混蛋保安 阿先生 我又聽到你在這裡吵架 我吵架嗎?關你傻的事嗎 又對 有甚麼事,冷靜點說 不用那麼兇 我兇不兇,又關你傻的事嗎 又對 你這樣… 你這樣會打擾到其他鄰居嗎 鄰居?哪裡有鄰居 一層就只有我住 知道但是 你也不可以這樣對你老婆 不要這樣 他是我老婆 我喜歡罵就罵 喜歡打就打 說完了 那男人的動作非常勝出 想要掌摑旁邊的太太 你不要 不要打人 你好傻多事 純不純我打你 打他還是報警 讓你選擇 報警 報警 先冷靜點 打人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你不聽我的勸的話 我只能夠報警 你報警 你敢報警 你敢報警 我為什麼不敢報警 如果我再聽到你們吵架 或者我見到你打這位太太 我就馬上報警 你不要再這麼多事 要不然我不會放過你 你不要再這麼多事 要不然我不會放過你 哇,是錄音機來的 這男人發生什麼事 發酒瘋 他真的有暴力傾向 我太太跟他住在同一個單位 真的很不安全 但是... 我真的能幫到他嗎? 他需要什麼? 總管515傳來兩個人的對話聲 但我突然失去了心情 他理會 我慢慢走回到5樓之後 他看到後樓梯 又看到穿著格仔衣服的黃羊 他居然主動跟你答話 改變了平時閃朵的態度 他中議了他嗎? 他單方面被人打 原來那個女人叫阿梅 那跟四眼佬有什麼關係 你認識他嗎? 他的確不是人 所有利用自己的力量去侵害別人的人 都是非常可惡的 他在家裡都會聽到他老公虐待他 我覺得他很可憐 怪不得他出現的時機這麼準確 原來每次都聽到他兩夫妻的吵架的內容 那個禽獸真是越來越過分 那這個情況很久了 即是說那個男人情緒有問題? 很久了 阿梅每個幾天就會被我的混蛋 真是…真是激氣 但是那位太太一直都選擇忍嗎? 沒有報警嗎? 報警有什麼用? 那些警察來到 那個禽獸就裝傻了 阿梅又死都不說 根本就能幫到他 反而那些警察離開 那個禽獸就更加離譜 真是…真是混蛋 原來之前已經報過警 完全沒用 難怪是黃楊 不是每次都目睹到這個事件發生 但為何不制止呢 如果那位太太直接跟警察說 她老公虐待他 那個人一定被人抓了吧 你有報警嗎? 沒用的 我也勸過他很多次 但阿梅就是這樣的人 她… 心地很善良 不知道這樣呢 每次知道卻無動於衝 這位太太就太可憐了 我不想說了 我不想被人看到 我走了 黃楊就在你身上 問了什麼答案 就下樓了 你憤憤不平 但又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心裡想到一個人 一定可以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告訴你 又是食屎陳思拉 看來是 阿爸 又來了 食屎陳思拉真的很厲害 聽到你的事 他真的激動你上來 有很多資訊要分享給你聽 陳思拉對誰不療癒指掌 那裏有個暴力傾向的男人 叫余偉雄 他老婆叫王梅 他們搬進來 應該只有幾年 我男人 一開始就只有王梅一個人住 沒見過余偉雄這個人出現過 是嗎 原來那兩夫妻一開始不是在一起的 不過聽說 余山在外面做生意 所以很少回家 那時候風平浪靜 所以余偉雄突然搬進去 保安哥哥仔 你真是聰明 一猜就中 余山好像因為生意失敗 所以回來和他老婆一起住 本身很正常 夫婦 其實早就應該住在一起 余山搬回來 剛剛那時候還算檢點 都沒見過他們吵架 有時還會見到他們一起出出入入 不過日久見人心 沒多久那個余偉雄就露出真本性 然後他就開始欺負王梅 他變得很神經質 最初只會聽到他在呼學老婆 慢慢變本加厲 還對他拳打腳踢 有幾次我在酒廊上見到他打王梅 我還想去阻止 誰知道他恐嚇我 那個神情太恐怖了 嚇到我之後也不敢去五樓 照你這麼說 王梅不是一直被他欺負嗎 而且也沒有人阻止他嗎? 誰敢 他肯定是有暴力傾向 而且還經常喝醉酒 說說他真是比鬼恐怖 但是一直也沒有人幫王梅 又很難阻止那個人 我們作為旁人還可以幫些甚麼 最終還是要靠王梅他自己站出來 如果他在警察來的時候 把所有東西都說出來就好了 我聽四樓的王先生說過 他說之前有報過警 但似乎沒甚麼用? 是我報警的?你也不知道 那時候那隻東西好像發瘋一樣 打到王梅他不似人形 我又不敢出言阻止 就叫警察來 之後陳思雅一直跟你說熟 夫妻各種往事 大概都知道前因後果 那真的要想想 這樣下去發?王梅遲早有意外 唉,寶王哥哥仔 你真是好啊 至少會關心這裡住的人 那個陳伯 根本不會關心這些東西 陳伯又奴爺 只有把口 以他的性格也會關心其他人的生死 總之我巡邏的時候會留意多一點 如果再聽到他們吵架 我就報警 我就不信那個男人去惡下去 太好了 如果所有人都好像你這樣挺身而出就好了 之後我看到任何東西 我一定會第一時間告訴你 不知道我這樣做 會不會將大自己一個嚴重的後果 但總要有人來對抗這個強權 是邪惡的 是邪惡的 說了強權 甲子,問問他有甚麼事 關於同意書還是鬼 問他 鬼 鬼 做甚麼? 為何你的樣子這麼凝重? 你在這裡也住了很久 我想問你有沒有見過鬼 靜了 寶王哥哥哥仔 你也看到那些可怕的事嗎? 我怕的事 按照你這樣說 陳太太你也看到嗎? 那有甚麼好 不是 我的意思是 我喜歡找到一個可以聊天的人 原來你是這樣的意思 不過呢 其實我沒有親眼見過 甚麼? 那為甚麼你說你又見到呢? 因為不是我看到 是我的兒子 喔,他的兒子 滴滴? 是呀 他經常在房間四圍走 時不時就回來跟我說他的見聞 最初我也沒甚麼回意 以為他只遇到住客 但有時候他形容的東西 怎麼說呢? 有點不尋常 陳太太他把滴滴見過的事告訴你 是呀 他說的那些事我也有見過 最初我也以為他吹水 到有一次我好奇就跟著他 你真是跟蹤你的兒子? 那有甚麼辦法呢 他經常說自己遇到很奇怪的人 我怎麼可以不好奇 然後呢? 我跟著他 發現他一個人在某一層裡玩 本來是甚麼都沒有 但是後來發現他一直在說話 四圍都沒有其他人 但他又好像在跟人說話 那樣? 多令人害怕 他跟那些鬼聊天啊? 我也不想這樣想 不過想心一層呢 這個可能性最大 他經常說自己遇到 我根本不認識的人 白衣女人呀 帶頭BB呀 我想到也覺得很害怕 嘩 敵敵敵也有機會見到那些鬼 那為甚麼你還被他四圍走? 確實是令人很擔心啊 後來我都觀察了幾次 發現敵敵和那些鬼 說話的時候呢 一點都不怕的 還好像答對些甚麼都很平常 那樣 那我見那些鬼好像都沒有搞他 慢慢我也有得他了 陳師奶就很勇敢 想不到滴滴可以跟我一樣 見到鬼 陳師奶呀? 如果可以呢? 我想跟滴滴聊聊 可以呀 他肯定在大廈某個位 你就要找吧 陳師奶 你說陳師奶 他一直以為跟他聊天那些是人 是人 我明白了 怎麼會當是人呢? 這麼恐怖 陳師奶聽到我說的話呢 就非常驚訝 如果證實了我所見的不是患過 鬼原來不單止存在這個大樓 在特定的人都會表面前顯現 但不幸我們是其中一個 根據陳師奶的說法 因為滴滴可以看到這裡的大廈鬼 所以你決定去找他的兒子聊聊天 但你要找到滴滴 就 必須要給他堂 才會聽你說話 哪裡可以找到堂呢? 又來? 嘩!大姐呀 你又來? 其實你不用用這種方法吸引人注意 可不可以好好地說話? 已經不是第一次 為什麼你每次出現都要嚇我一跳 又是那個笑笑 你又有什麼事? 我 對啦 笑笑 你不是人嗎? 一直都是這樣 他不說話也不會 難道他喊嗎? 你聽得懂我說話嗎? 但是就說不到話 喂!不是鬼來的?我撐就 可能有人去鬼 但是你經常在笑,你笑什麼? 不知道笑什麼 你不知道還是不想說? 真的搞不明白 我當你不是故意吧 你也是住在這棟樓裡面的? 那你住幾樓? 看起來你也是在大廈走來走去 我之前一直覺得你很害怕 其他住客肯定被你嚇死 不過我想我現在不會被你嚇到 盡量吧 所以你也不用躲起來了 我在這裡的保安員 怎麼看就應該比你大 你叫我保安大哥就行了 不對,叫什麼都沒所謂 你也不會說話 其實你也不太害怕 我想如果你可以收回這麼怪的笑容就好了 可能我們可以做朋友 我叫李成,你叫什麼名字? 可能問得太多東西 我也忘了,你不可以回答我 既然你那麼喜歡笑 不如我叫你笑笑,好嗎? 真的 那笑笑,不如你帶我回你家吧 但我不知道你住在哪一層 我帶你回去三樓 原來你也是住在三樓嗎? 難怪,只看到你的人在三樓 好吧 你知不知道這裡快要拆了 你有沒有想要搬走? 為什麼?有家人不給嗎? 那真的要跟你家人聊聊才行 他們在哪一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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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哪一層 不在哪一層 你一個人住的? 這麼可憐? 你怎麼生活的? 我明白了 以後有什麼事,你就來找我吧 雖然我才叫他太公 對了 六樓的陳之拉,你應該認識吧 她人不錯 不過她住了這麼久 應該都認識你的,對吧 難怪 看來所有住客都認識你 大家都應該習慣了 除非有些外來人,像我那樣 這樣說起 蕭蕭,你家裡有沒有糖? 有糖 戒指糖 可以找滴滴 找滴滴聊天 找到滴滴聊天 滴滴,你在忙什麼 更可以了解到東西 是死叔叔 是死叔叔 我很想問滴滴關於鬼的事 但沒有糖,這傢伙一定不理 所以我就問了笑笑拿了糖 這個戒指糖是以前小朋友眼中的寶物 滴滴果然雙眼霍光 很寬氣地摺了 滴滴 滴滴,我有些事想問你 甚麼事 我跟我的態度果然不一樣 我聽你媽媽說 你平時在大廈四處玩的時候 會遇到一些很特別的人,對吧 嗯哼 那些人是否只有你看到 嗯,對 我跟媽媽說,她都說見不到 其實哥哥我也看到 真的嗎?大叔叔,你也看到他們嗎? 但哥哥就好了,還是要叫人大叔叔 我想問你,這棟大廈裡面 有多少個像這樣的人 即是其他人看不到 只有你看到那些 嗯 好像數不完 對呀 有那麼多? 這些人,都沒有傷害你嗎? 為甚麼要害我? 他們都會主動陪我玩的 陪你玩? 怎麼陪呀? 跟我一起玩棕迷藏 還有一起去找寶物 不是吧 你不怕嗎? 他們生得,不恐怖嗎? 不怕呀,就好像見到遊戲裡面的角色一樣 等等 如果遊戲裡面的怪物 走的現實 不是很恐怖嗎? 滴滴的人一點都不怕 這些鬼真的沒有傷害他 滴滴平日根本沒有人陪 所以只有人找鬼玩 他們對我好好的 咦?紅衣來了 紅衣 誰是紅衣 蛤? 紅衣 紅衣 什麼? 紅衣 為什麼? 拋得 什麼? 蛤? 你無法抑制內心的恐懼 令人窒息的畫面不斷在腦中重割 我做得下去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我不可以繼續下去了 你不想再留在這裡 你只想離開這大廈 終於辭職了 朝著大門推門而出 你正在做什麼 不行了 我不可以留在這裡 我這份工作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樓梯街傳你一個陳伯說來的聲音 在慌亂的你都沒有理他 只望著大門的鐵閘跑去 你用力拉斜著大門 發現門是鎖住的 你開門的門鎖也是無法開啟的 坦白說到後面就緊緊抱著你 力氣之大一點 你和一個狀況在搏鬥 一會暈倒的地方 你無法控制 知不知道你失去了意識 什麼事 為什麼 為甚麼 為何困住他 難道他在行為 憲制 憲制 那麼瘋 劇情不會 醒醒嗎 李導演 大叔 原來自己在保安室裡 發生什麼事 你在外面暈了 是陳伯和我把你抬進來 暈了 回想剛剛發生的事 什麼都不記得 可能太累了 我聽陳司拉說 你一直沒有停過這樣巡邏 沒有休息過 一直都在巡邏 我忘記了 原來自己是 昌榮樓的保安員 沒事就行了 如果累就多休息一點 沒什麼需要急 不用急是什麼意思 那我走 大叔 怎樣 真的沒有東西發生過 有點恐怖 有點懸念 你撞鬼那些 鬼 為何會失憶 對大叔給我一隻眼 我記得了 但我好像有點莫名其妙的感覺 你不用迫自己 面對這些事 如果你真的覺得害怕 或者有壓力 就學一下陳伯感 放鬆一下 有空就在這個位置睡覺 跟老婆聊聊天 就算了 不用管那些令你不舒服的事 你導演說完之後 就匆匆離開 就是留下我一個人在保安室裡 雖然原本也挺肯定 但現在好像沒有這麼強烈的感覺 腦袋一片空白 唯一你心裡最怪的東西 就是搬遷和醫書 為何會這麼在意這件事 我之前還在抱怨 如何處理這些麻煩事 保安哥哥仔 你在這裡嗎 陳之下的聲音 陳之下拿著一張紙 哎呀我聽說你暈了 你沒事吧 我很好 我沒甚麼不舒服 真的辛苦你了 不要勉強自己 他也叫我不要勉強自己 對了 你之前說要那些同意書 我找到了 吸引了 這次真的同意書 不是不同意書 是沒有不同意的 你知道嗎 這是唯一到手的一個同意書 多什麼姐 一想到你要拿到其他住戶的同意書 就知道不簡單 好了 我不打擾你了 這幢大廈 都沒有甚麼好巡邏 你休息一下 不要太累 陳之下都走了 但現在我做些甚麼好呢 突然感覺收入了方向 甚麼都不想做 我的腦好像被人逃空了一切 有甚麼顯現和我顯現的關係 趕不走的住下 跟我有甚麼關係呢 為甚麼突然失憶 整件事很恐怖 仍然沒有辦法明白 為甚麼道士大叔要我堅持見到鬼 當我各種思慮糾纏著的時候 腳底有一些微弱的閃光 一低頭一看 原來就是非常有價值的物品 就是那個戒指 對 石炎扔掉的戒指 這隻戒指 不是石炎在六樓扔下來的那隻 那也被找到 向六樓看 她優美的身影 依然十年餘一日 靠一個欄杆 石炎小姐 只有她在這裡的時候 我才覺得這個大廈是正常 心情是平靜 我把戒指收起來 我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這個心情只會想著石炎 我最希望看到她 嘩 又來搞甚麼 剛剛登上了六樓 我最熟悉的地方 最熟悉的身影 石炎見到我 好像有些感到意外 好像有些 掛著笑臉看著我 為甚麼來了 不休息一下 原來你也知道我暈了 有陳思拉在這裡 這個大廈沒有甚麼秘密 就是這樣 好乳皮 我怕到差點奶了 我石炎搖頭 誰都會害怕 人越大 越會害怕 越會害怕 我很害怕看恐怖片 所以大概都想像到 這句都很棒 人越大越會害怕 但怕這些東西未必是鬼 我完全想不明白 為甚麼我會見到鬼 為甚麼我會見到他們 他們究竟是甚麼 他們有甚麼目的 我覺得 我來到這個大廈之後 所有事都搞不清楚 現在開始搞清楚 就可以了 現在開始 是啊 嘗試去找答案 雖然我不知道這個答案 會是甚麼 但是 你今天 毫無損傷地跟我聊天 我真的證明了 那些鬼沒有傷害你的意圖 我發出一個聲音 先前遇到鬼的時候 的情況 雖然感到非常恐怖 但那些鬼確實沒有對我做些甚麼 慢慢來吧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 我好像還欠你一頓飯 不如今天休息一下 我煮飯給你吃 嘩 不用這麼客氣 但我答應了要請你 那就要遵守諾言 我家裡還有些材料 雪櫃還有些食物 既然都要搬走 吃掉它 免得浪費 好 說得好像明天就搬了 我沒有推遲 我發覺石鹽是為了 讓我振作才會有這樣的提議 我感到非常開心 進去坐一下吧 跟上次我離她的家一樣 非常整潔 另外很驚訝 莫非她已經準備好搬走 不知為何我們相識的時間不太長 但產生了離別的情感 石鹽似乎對我來說 是唯一我最不想收到她的同意書的人 當你在想這件事的時候 石鹽就在廚房裡 拿了一些色香味居存的菜 只是做了一些簡單小菜 希望你不介意 我怎會介意 看起來很好吃 石鹽小姐你真厲害 那就請便 如果覺得難吃 不要說出來 好傷自尊心 你就這樣夾了些東西 在口裡 無論如何給好評 意外地覺得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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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畫面 這麼黃 你覺得她是回憶還是什麼 平常她經常自己下廚 看情況吧 有事情要做 一定沒有時間 一直都很好奇 你究竟是做什麼工作 有問她做什麼工作 講好工作不問 肯定是做 為甚麼 我想不到什麼工作 會令我覺得你不好 當然 你真的這麼單純 還是故意扮成這樣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認識著你 已經很快下定開心 好吧 既然你這麼想知道 我就告訴你 我 妓女 是因為應召女 對 嘩 嘩 是有點 誇張 但我覺得可以先不用去 我們看看 旁邊有沒有多些支線任務 有啊 火鍋肉 不如我們看看火鍋肉 火鍋肉 火鍋肉 這個支線任務 火鍋肉 火鍋肉 神上線數 非常急速上升 全神觀珠 正在電視畫面 看著這個馬匹 在綠草魚欣的草地 在飛遲 緊握著彩票 這個很辛苦 在其他地方 聽著打聽到的內幕貼士 耗中了她所有的積蓄 她已經連續贏了兩場比賽 這場如果是如願所得 她會贏得一個萬貫的財富 每個賭徒夢寐以求的目標 賴美惠 哦 那個女人 她很緊張 在關注這個結果 作為這個男人的妻子 如果中獎後 她就會得到財富和榮華 馬匹進入最後的直路 領先的馬匹 仍然保持領先的位置 電視上傳出現場觀眾的歡呼聲 兩個人就很緊張地閉著這個呼吸 直到她看到她自己所支持的馬匹 到了終點線的瞬間 奮起直追 超越了其他的馬匹 那瞬間 對男人來說是最輝煌的時候 她知道她將會得到一切 不只是財富和女人 她的未來也將會光明無比 中了馬匹 中了馬匹 你真的中了 不知道是否殺了她 你真的買對了 我一次殺了她 哇 那些材料真厲害 這次發了 很快 這樣 這樣可以贏多少錢 一雙賴目 看著這個賴美惠 嘴上難掩這個快樂的神情 三千多萬 神經病 哈哈哈哈 三千萬 嘩 賴美惠不禁把我的口罰大 她一生的生平 都沒有見過這麼多錢 嘩 這次還不凍我 不用再搞這些凍肉生意 這樣可以換個大一點的家 也可以買一輛房車 還可以請司機 我可以買很多手袋 手織 嘩太好了 說甚麼 關你甚麼事 我是我的錢 大哥,我自己買 關你甚麼事 甚麼 怎會跟我無關係 我是你老婆 神經病 你又當我老公嗎 這個男人死定了 你怎可以這樣說話 阿妖 我是你老婆 我們一起共過患難 不能共患難 不能共富貴 糟了 你一說這些 你一天到刻就是看不起我 天天告訴我 對 現在我就發了 看你的樣子馬上變了 你知不知道醜嗎 賴美慧 好 但是我是你老婆 如果我跟你離婚 我也有權拿到你一本家產 我只知道你老婆是為了錢 你不用想 我一毛錢也不會分給你 你… 你不用去到這麼絕 絕 絕? 你照照鏡子 這個世界有沒有人絕得過你 你… 賴美慧一巴掌就蓋過去 但是那個男人一下就推到地下 他死了,八婆 想動我 用火機點一支煙 笑一笑他 之後拿著彩票 就去門外走去 賴美慧老修成路 在地上爬了 然後拿著摺椅 想也不想 就從男人的後腦撞下去 真的殺了他 哈哈哈哈 我看你現在總可以說些甚麼 說呀 陳思拉說這幾天 經常有些不認識的人 進來窗圍搞事 那就唯有長得密一點 希望沒甚麼麻煩 咦? 全面那個女人 不是就是之前跟我打招呼那個人 她姓甚麼 好像姓賴 是呀 李成呢 看到他走進了某個單位 在門外看多兩眼 這個單位 為甚麼凍風吹出來 靠近那道門 好奇身手摸一摸 嘩!很冷 嘩!這裡是雪房 這麼冷? 真的好奇 問陳思拉 可能他會知道裡面有甚麼 好奇身手摸 走到六樓 打算問陳思拉 關於賴美惠的事 但上隊後 不見陳思拉 就是看到石燕 又在欄江裡吸煙 石小姐? 陳思拉她不在嗎? 好像還沒回來 怎麼了? 你找她有事嗎? 其實沒甚麼特別 我想問她 知不知道二樓賴小姐的事 賴小姐? 你說那個大嬸? 是呀 石燕小姐你也知道嗎? 很難知道 她整天都是認屎認屁 誰見到她 她都在這裡認聰 我看她的單位裡 經常傳出很冷的風 她那道門簡直是冰的 她老公 之前一直在做冷凍肉生意 但最近 聽說她把單位 改裝成一個收藏凍肉的冷凍室 這樣也行? 是公屋 有甚麼不行? 這個年頭 很多人都把屋子 改成不同的用途 原來是 那 難怪那裡陰風陣陣 不過 好像從來沒有見過賴美惟的老公 那我也不知道 早陣子你還見過她 最近也不見她 她看來也變了肉 是 那我現在就知道了 謝謝你,石小姐 不用客氣 我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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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知道 賴美惟 家裡的搬遷和義書 一直都簽不回來 本來就是想打探一下情況 既然她老公不在 唉… 唯有找她 等一下 殺了保安 敲門 賴美惟的女人 直覺跟她說 這個女人不容易相處 在公事來說 也要強迫跟她相處 賴美惟聽到外面有人 非常驚訝 想過一會後 還是開門了 是你嗎? 怎麼了? 賴小姐 原來你住這裡嗎? 我在忙著 甚麼事 其實我是想問你 關於那個 搬遷和義書的事 因為這裡真的就是差 所以我想知道 你打算甚麼時候搬 原來是為了這件事嗎? 放心吧 我會搬的 這些爛屋 我也不想再住下去 真的嗎? 那你方不方便 叫你先生 簽了一份同義書給我們嗎? 起碼我都要交差 我先生? 這棟單位 他名義租的 要他簽名才行 對了 我好像一直都沒見過你先生 他在哪裡? 他… 他出了差 這樣吧 同義書 你先給我 我老公回來之後 我找他簽名 我再給你 這樣也行 勞犯你了 賴小姐 真的… 我真的不擅長應付這個阿嬸 那是美衛呢 在湯著肉 這裡都擺不到多久 要儘快處理剩下的部分才行 所有骨頭都被我一天一天地扔出去 連那些肉都埋在其他產品裡面 神不知鬼不覺 這些支線入墓真是最好看的 最麻煩的部分是… 應該說頭吧 這些東西很難簡單地處理 是不是? 頭是最難搞的 頭痛啊 真的要頭痛啊 你要 頭…痛… 真的怎樣? 不明白 他要怎麼解決頭 我打算怎麼解決 我不明白 你…你明白嗎? 不明白 他的頭是… 到現在我不知道怎麼解決的 不要緊 下集應該知道怎麼解決 那…就來到這裡先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我們下集看看 都不會完結的 因為他太多支線入墓 還有一些故事 那些支線入墓 一場意外啊 大陷害啊 看看再看看有什麼 告訴大家 待會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